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消防车啊这里有一个货车啊少走了咱们着火了咱们得把这个云梯云梯消防车架起来然后给这个大卡车灭火但是这个啊咱们现在的感觉啊就是好像灭不到啊咱们得调解这个云梯啊让这高货车车厢上面但是 咱们这个云梯好像已经输到最底了这个水量又把它灌小一点是吧水量太大的话咱们好像也也是灭不到这个火啊咱们得上来换这个视角啊要不然的话这个调解云梯的话感觉太难了是吧 咱们换这个上面这个消防员这个视角啊这个视角的话灭火有好多了是吧 好好 ok 差不多了这个这个 好这个火越来越小了是吧他这个上面是煤炭还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烧着呢是吧这个是可可然是物品吗 啊不知道他这个上面是什么东西 好这个火马上咱们就可以把他们浇灭了是吧 但是这个消防员可真不好控制是吧啊太难了我感觉啊啊你你稍微一晃的话他这个他的水就可以让他放没了跑了哎好了差不多灭掉了再交个几下就可以了现在的猫样哎这里还有一点点是吧漂亮已经全部消灭了好咱们可以把这个消防车啊 收掉了好咱们消防员下了好帅提的一个云梯消防车是吧好嘞咱们可以下去了 咱们得把装备这些这些这些设备得收一下是吧 咱们把设备收一下 稍微收一下 啊漂亮 咱们看看有没有东西啊 哇咱们在水管好像 好像都拖不动了是吧 咱们在水管啊把水管放进去 然后咱们把这个 高车啊这个收一下 咱们看看有没有东西给拉小没弄好是吧 啊那些小事情由我们这一些小跟班啊才做 咱们到点到处检查一下 看看这边这些家伙已经坐上去了是吧 好 这个好像已经差不多了东西好像都收拾完了是吧 你看都收拾完了 啊今天一定要大考车然后 然后着火了咱们出动了 啊这么多辆小房车库来救火是不是 啊这算是一个重大事故了好嘞咱们 强务准备好了可以 回城了啊回去了 被小房对了归对了是吧 好了小伙伴们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